说到猪亚文,那绝对是影汉中的演示担当啊,这么帅还怎么隐瞒,尤其是海匹匹的,更是让不少人爱上了他,荷尔蒙的称号也不是白来的,太吸引人了,关键是演技也很好。 出演的作品也都很有质量保障,虽然有些不是什么特别大热的剧,但是收视也不错,而且受很多人喜欢,他虽然作品不多,但是他出演的几部,大家应该也都看过吧,而且没有一部是演技不在线上的吧,而如今这个被称为有质量的演员。 他的新剧也被大家吐槽了,认为是预定的烂剧,说来并不是猪亚文不好,而是这个你要女主,的路人员太差了些,姚蜜虽然作品收视很好,但是在质量这个事情上,真的有点很糟糕,而且关于演技,真的是千年不变,要李少红当年说过的话,这可不是胡扯的,他是真的那么评价过,就是演戏不过脑子这个事。 演的都是一个样,大家都有点看烦了,最近的浮游更是糟糕,除了造型好看点,那个演技真的没觉着多好,还总是被大家夸演技炸裂,实在是不明白炸裂在哪里,不知道什么时候,很多怒吼大叫的表演,都能叫炸裂了,也可能是大家对偶像的演技要求较低吧。 而此次如果两人合作,也是第二次合作了,希望杨蜜能够努力一些,不要像当初的在电影里,完全就是在衬托别人。 当时看电影的时候,一直知道朱亚文对演技很好,但是在他的劝托下,真的觉着没有哪个影帝,都是对他的侮辱,实在是因为杨蜜都能拿大奖。 而朱亚文不能,完全就是让人觉得有黑幕啊,也希望他这次演戏不要再炸戏了,能够好好研究一下剧本,好好上演技提升一下,而且都这个年纪了,也少演变少女的戏,该知道自己究竟多到岁数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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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